哈喽大家好,我是老卢 我们这一节课程中继续讲解相关的一个内容 我们看一下这一节课程中我们谈的是关于 医疗行业的这个调整与分析的一个技术 分析的技术 我们看一下那么在医疗必须统计是有哪些数据呢 我们简单认识一下 第一个,医疗广告的展现数据 第二个的话是广告的点击次数,点击率 这些是不是要去统计 因为你从展现 你要看你这个医疗某些关键词 它的展现次数是多少,点击是多少,点击率 来去判断你这个创意跟你的排名是怎么样的 还有第三个就是说客服的咨询数据 还有一个是到月的数据 你光有展现是比较不错的 点击也比较不错 但是的话没有到月 没有来到你自己的医院 包括我们每个一些传统的行业 你要去做服务 那么没有人购买你的订单 没有人到你这个服务点进行购买你的产品 对吧 那么还有第四点就是说KPI RLI RLI就是一个投资回报率 你要把这个成本算出来 是赚钱了还是亏本了 继续投放了还是放弃投放 那么这些数据在哪里查看呢 我们看一下 广告的展现数据 在推广后台跟百度统计里面都可以看到 当我们点击进入的时候 点击有一个叫推广报告 看到吗 推广报告里面有关键词报告 你要看哪个关键词 它的展现是多少 再往下拉的时候会看到数据 因为我们这个的话是已经很久没有广告的投放了 所以在这一块的话就没有相关的数据 我们看一下这个是在去年的时阶段 2015年的10月份 或者说11月份 我们看一下有没有数据 这个的话只能查看的是上个月 这个的话是没有数据的 可以看到什么 当这一块点击展现 你可以看到它的一个走势图 再往下你可以看到比较详细的一个数据报表 这个是什么呢 这个是关键词的报告 还有什么呢 搜索词报告 搜索词报告 我们去看 去判断的是 用户他搜索了什么词 这些词与我们关键词的匹配 是不是相关的 是不是我们账户里面有的 如果没有 我们要把这些关键词 怎么去增加到我们的页面当中 还有什么呢 还有其他报告 其他报告的话 就是其他的一些数据 你看有图片凤潮 关键词的质量度的报告 这些你是不是要看 还有什么呢 接控文件夹 无销点击 还有什么分笔配 分人群 分距离 尤其是一些医院 一些传统企业 在就底服务的这些 你就可以去做一个分距离的一个报告 我这个产品的话是在云南省的哪个区 昆明市的哪个区 做得比较好 或者是说 我的产品的话 是在我医院的附近 多少公里的一个转换率是比较好的 这个就是一个产生的一个分距离报告 对不对 那么还有一个什么 还有一个是数据概览 就是刚开始的时候 在数据的一个走势图 还有关键关键词 消费且实的 展现且实的是哪些 这些数据的话都可以去向载下来 还可以去跳转到广告的推广排行榜 那么增幅最大 哪些关键词上升比较快 这些数据随时随地的去做 观察 还有上方的一个排名情况 在过去7天 过去14天 还有一个是过去30天的一个数据情况 这些你要随时随地的 都可以去深入的去认识 对吧 那么账户计划 每一个 它的点击点击率 还有一个是在百度推广统计里面 看到了吗 有一个统计 在统计里面可以进入 可以看到我们相关的数据 我这里的话你可以看一下 网站中心这是 这是搜索推广 如果你做了网盟推广 你要看网盟的这个数据 看一下关键词 展现量点击量马上出来 再往下关键词状态展现量多少 点击量多少 访问次数 平均访问 转化率 转化次数 抵达率 那么还有一个自定义指标 你想看点击率 OK 点击率 然后点击确定 那么当我们点击的时候 你就可以在下面 就可以看到有点击率这个出现 看到了吗 看到了吧 这样的话 点击率是不是就不需要你去 重复的去计算了 对吧 这个报表的话 也是可以去下载的 也可以去发 发 发送 发送到邮箱里面 然后进行下载 这个比较简单 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 客服的客服的话从哪里呢 从你的客服系统 我这里的话没有安装客服系统 客服系统里面都有一个 数据统计 都有一个咨询的关键词 这些的话来去配合我们的用户搜索词 也就是说百对推广里面的搜索词报告 这一块来去搭配分析 好 我们再来看一下还有什么呢 还有一个KPI KPI的话 这个是一个考核制度 是一个考核 还有一个是ROI 就是投资回复率 这个很简单了 用你投入了多少 然后再出以你的一个成本 对吧 这个简单吧 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 我们再来看一下 还有什么呢 点开 还有一个思维导图 我们看一下怎么去优化 怎么去优化 我们来把这个放大 点开 这个的话有时候比较卡 然后点击确定 看到吗 医疗行业的一个优化分析和调整 展现量的优化 优化哪些 我们看一下 本身账户结构的优化 那么本身账户结构的优化 是优化什么 我们看一下 在推广管理里面 你的推广地域的优化 点开这个 然后看到 推广地域的优化 预刷的设置 推广时间 价格体系 否定关键词 否定关键词的目的 就是为了我们的关键词 本身更加的精确 用户搜索更加精准 转化率更加高 那么高级样式 高级样式的话 它有这些 有网站头像 优惠页推广 微博附加创意 新凤潮视频 门店推广 门店推广的话 比较适合一些 比较传统的一些企业 第三方评价 就是一些口碑 一些名人 一些专利技术 这些的话 开始创建就OK了 微博附加创意 就是新媒体营销 新媒体营销 第三方的一个数据 那么 微博的创意的话 就是对接了微博 新凤潮视频 还有什么 附加创意 这些都是增加 点击率的方法 那么看一下 在附加创意里面 有什么 有投放的样式 推广电话 网页回忽 商桥 对不对 还有APP 如果你是做医院 医疗 那么这个APP的话 就比较少 推荐一些样式 服务指导 在线咨询 对吧 免费咨询 免费咨询 这些都有 那么普通创意 动态片段 是不是要增加 对不对 那么可以去装取 UIL 还可以去移界导入 动态片段的 还可以什么 还有一个是 新界动态片段 还有什么 我们看一下 推广计划 我们再来看一下 是不是导图 质量度的提升 质量度的提升 首先从创意 因为质量度的话 等于什么呢 等于出价 除以一个中 乘以一个综合指数 再加上0.01 那么这个创意的话 肯定是要写的 每个推广单元 里面要保证五条创意 关键词 保证相关性 保存一致 保存一致 那么再来看一下 预算 出价的设置 出价的设置的话 根据你自己的行业 医疗行业的话 肯定竞争比较强 那么它的质量度的话 相对来说 就会比较难优化一点 对不对 那么还有什么 匹配 根据关键材料去优化 这个是从质量度 还有点击率 点击率的话 从创意的吸引度上面 开始优化 你写的创意 是不是增加了一个 有吸引力 是不是增加了一些符号 增加了一些数字 还有一个是排位的优化 你排位是不是靠前 或者是说在右下角 对不对 还有丰富的样式 就是我们说的高级样式 附加样式 还可以增加闪投样式 增加闪投样式 这些都是为了提高 我们的点击率 点击率 影响点击量 首先是点击量 影响点击率 点击率影响 点击率 点击量影响点击率 点击率影响质量度 那么展现量 是不是受到影响 那么搞定我们的咨询量 咨询量 首先要保证 我们网站能够打开 你换钱在前段用 前段时间 前段 因为我们这个的话 分前段跟后段嘛 前段的话是战户 后段的话是页面 客服 你前面做的非常的好 非常的优秀 但是你的页面不给力 用户通过关节词 找到你家 然后就像我们在外面 很多人在外面 做一些线下的一些婚纱摄影 对不对 到店面体验 但是到了你的店面 婚纱太丑了 然后格局太太差 设系不是自己想要的 你那个图片跟这个相差太大 你在那挂的设计的那个 那个倒是特别漂亮 但是到你的店面的话 找不到这套衣服 带发一几套 都不是自己想要的 你可想而知 这些客户 他会不会买单呢 肯定不会的 对吧 包括医院也是一样的 包括我们每一个产品 在线下导流也好 通过线上导流也好 那么网址 它相当于是一个路径 网站 相当于是我们的一个爪化的 关键点 你的门面装修的如何 对吧 那么我们就不去局了 这个太简单了 我们再来看一下 还有什么呢 还有一个是咨询工具 咨询工具你怎么去设置 怎么去设计 我们可以打开 在推广里面 随便的去找 都有很多的客户咨询工具 好 再一些咨询工具 好 再一些咨询工具 点开你看看 这些都是 65800 那么医疗的话 使用三五筒的比较多 商务通的 那么这些我就不去讲了 商务通就是这一家 中式伟业这一家 中式伟业 它的开发系统还是蛮大的 那么可以安装下载 可以先体验一下 对吧 那么这里就不去体验了 这个比较简单 安装设置 如果你不会设置 不会安装的话 你问那个客服 问客服 还有什么 你的咨询团队 你的团队是不是很专业 你的团队是不是很牛逼 对吧 如果这些 你都做的太差 没有咨询团队 我之前在 刚开始在12年 11年的时候 那时候去做 就是一个人 从网站的设计 网站的优化 这些都是一个人去做 你说哪来的 搞定这些咨询呢 我们 我到底是学习哪一边的 账户的优化 SU的 微博微信 全自己干了 你说 还有咨询 肯定一个人 可能忙不过来 所以导致我们的转化量 特别特别的差 他不像一些医院 一些比较完善的 一个体系的一些医院 他就特别的优秀 特别好 那么到月的转化量 你咨询团队 你是咨询了 但是的话 你没有后期的跟踪 没有做一些解答的回访 对不对 那么还有医院公关能力 有一些用户的话 特别的精 他去搜索 这个关键词的时候 觉得比较不错 那么进入的话 也咨询了 也留电话 但是的话 后期他不到你的医院 原因很简单 你的公关能力 太差 公关能力 就是说你的一些口碑 然后再去网上搜索 这个医院好不好的时候 结果就看到你的 有负面信息 有可能就看到 只有一条负面信息 他都不会买单 这个是常有的事 看到的话 有一条负面的新闻 都不会买单 这个的话是肯定的 基本达到了99% 1%是什么 有些的话 还在去观望 记住了 否定关键词的话 就是说用户去 特别精确 来的人 那么其他的设置的话 我们就不去讲太多 对吧 这个比较简单 这个的话不是一个医疗的账户 那么医疗的账户的话 关键词布局的话 也是比较多的 关键词的布局也比较多的 好嘞 那么关于这一节课程 因为我们时间有限 时间上面有限制 那么我们会在后期 会深入的去讲解 那么这一节课程的话 我们就讲到这一块 那么分析思路 优化方法 剩下的就是一个设置 就是操作上的东西 好嘞 本次课程到此结束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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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